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我們在家吃麵 跟上次一樣 最後三包了對不對 最後一包 最後兩包 就是一包 有調味包的一包 然後就是上次那個愛麵族的麵 一樣跟上次一樣有加料 加蝦子 但是比上次還更多的是又多了貝殼 試試看 好 來示範 好 好 好 你的胃口悶 還可以嗎 超好吃 超好吃的 餓了 我的杯子到裡面 他說我找不到我的杯子 這是你的 你不要喝冰的對不對 我其實都可以 我要冰的 你的肺口超級大的 這樣多少錢呢 在市場買 可以嗎 嗯 我還買了薑耶 它是一起放的 哦 對啊 我一陣子沒在家吃了 好 謝謝 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晚餐 我把口可以放在 好 謝謝 你這咖哩菜是童童喜歡的那一種 不然沒有講的吧 你的水杯裡有頭髮 好 這樣全都好啦 開動 肚子餓了 我好喜歡吃蝦子 它這是你最愛的食物嗎 蝦子本來是什麼顏色 本來是 灰色的 透明的 透明的帶一點灰色 煮熟就變紅色了 其實它是這樣 跟肉一樣 肉是紅色 煮熟就變什麼 灰色 這樣我相反 這樣我相反 變深灰色 那螃蟹呢 螃蟹也是煮熟變紅色 可是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一般人畫畫的時候螃蟹還在動 就是畫成紅色的 欸 等一下 好像海裡有的生物就是煮熟就變紅色了 嗯 章魚 蝦子 章魚本來就紅色了 蝦子咧 蝦子有煮熟嗎 章魚長就紅色了 章蟹 章魚有好巧合幾種章蟹 章蟹 章蟹煮熟變紅色 欸這配合很新鮮耶 超好吃的 很大耶 肉很大隻 對 你剛才沒有做醬多少錢啊 配合這樣 加這個 加蔥 反正加蔥加薑 68 那不貴啊 這麼大一顆耶 然後又要來回收備煮了 所以 阿麵煮已經沒了 像是要這樣買了嗎 阿麵煮有啦 只是沒有那個調味包啊 那買一個調味包的這樣煮起來 湯土才香啊 嗯 今天這樣香 湯土不香啊 香啊 你今天沒放調味包嗎 剛剛一包而已 剛剛一包而已 阿麵蠻香的耶 喝一口試試好了 不愛喝湯水很多會覺得香 對不對 欸湯很好喝耶 對啊 忍不住多喝幾口 因為有隔壁 隔壁也有那個 蝦子的味道 我們要靜一點 童童今天吃得這麼的認真 他平常都很認真啊 對也是啦 童童吃東西自中很認真 嗯 你有看到我真的傳給你的影片嗎 還沒有 你今天傳的是什麼 童童吃飯的 幾歲的 嗯 剛開始吃腐蝦的 好 那很可怕 來 帶住 回收 再給你一個蝦子啊 你的蝦子一下都吃完了 耶 好 謝謝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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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愛面子最不好吃的麵就是失敗的麵 為什麼 失敗的麵不好吃嗎 失敗的麵 什麼叫失敗的麵 你知道是什麼嗎 你知道是什麼嗎 因為 不是 失敗的麵是蜘蛛人 你知道 你不知道是不是 失敗的麵 對啊 蜘蛛人的英文是什麼 你知道嗎 失敗的麵 全身它是麵 是不是失敗的麵 失敗的麵 失敗的麵啊 只是鷹很像 就是那個煮菜 煮失敗的那個麵 我上次煎了一個 失敗的魚 對不對 沒有失敗還是可以吃啊 失敗的魚還是好吃 只要有熟有吃完 不浪費食物就好啊 因為你覺得不喜歡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稱讚你 這樣有時候動力繼續做對不對 我們說你覺得不好 是再也不會煮這東西了 不會啦 不會啦 為了小孩 就有動力繼續做啊 如果沒有你的話可能就那個 有啊 要是沒有你的話我不是說完全不想煮 是因為你 那之後又有個東東 東東的食物就好把他煮了啊 對啊 平常東東出來我硬著頭皮也要煮 不過東東有個好處 你東東不會 東東不會覺得好吃或難吃 你煮到他前面他就是一定會吃 只要有熟就好 因為小寶寶的東西不太需要調味 所以難度應該比較低嘛 只要煮得軟 對啊 你手指吃到他前面就 他也會 他也會吃對不對 他也會吃對不對 小寶寶就是 然後又不需要調味嘛 小寶寶都吃得很清淡 很好吃吃完了 餅乾都原味就好 對啊 不能吃餅乾 小寶寶還不行 我們兩個一起做 一開始也沒牙齒啊 對不對 一開始長牙齒的時候 我跟媽媽一起做餅乾 倒的很軟爛的東西 好啦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們今天的晚餐在家裡吃麵 海鮮麵 有蝦子有貝殼 就這樣 掰掰 咚咚掰掰 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快樂 大家掰掰